新加坡一向有名,有很多好食物 今次記者幫大家量好行程 由早8時吃到晚上10時 挑戰一日吃足七餐 一齊去看看吧! 很多人都說,如果想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特色 就一定要試試當地的早餐店 我們第一站首先來到由當地人強烈推介的起源咖啡店 早8時來到已經大排長龍 在新加坡,咖啡店並不同於一般咖啡店 類似港式茶檔 除了買早餐,亦會買粉麵 這間店主打最傳統的南洋咖啡和地道早餐 一場來到就必試個個都吃的經濟粉麵 平民價錢的炒米粉配上魚卷和腐皮卷 非常飽肚 另外也要學當地人吃鴨麵包和半熟蛋 半熟蛋的吃法很有特色 打開雞蛋後,還要拌醬油和胡椒粉 可以就這樣吃又或者配麵包 不是人人都接受到,但一於試試吧! 下一站就要去吃新加坡必吃的名物肉骨茶 黃亞細肉骨茶在1977年創立 是當地三大肉骨茶名店之一 多年來吸引了不少人幫助 連食家菜欄都在書中推介過 排骨分成幾個等級 我們一於試試最受歡迎的上等龍排肉吧! 是以店舖的秘方烹煮 用上新鮮豬肉 湯頭清澈 白胡椒的味道比坊間做的溫和 吃的時候不會辣得出口 肉質香軟之餘不失口感 吃完之後還可以免費加湯 如果怕吃白飯太飽 配油炸櫃都一樣正宗 午餐時間 我們來到這間獲得米支店 必比登推介的馬來西亞餐廳 餐牌上有馬來西亞菜式 亦有印尼美食 由於價錢相宜又美味 吸引了不少人孔祥 食物方面 全部分量十足 有野味的巴東牛肉 又有用當地特色香料製作的烤雞 來到不知吃甚麼好的話 隨便喊都一樣有驚喜 到了下午茶時間 不如輕輕一點吃碗蝦麵 除了勒沙之外 蝦麵亦是深馬華人最傳統的美食之一 白蘭角街蝦麵裝修簡潔 環境彷彿停留在80年代 充滿懷舊氣氛 湯底據說用蝦、豬味和排骨粥料熬製 所以喝下清香鮮甜 麵質爽口彈牙 吃完蝦肉和排骨 夠滿足 還未夠時間吃晚飯 我們到新加坡的唐人區 牛車水素街 附近的Maswell 熟食中心有很多選擇 五香罐腸在這裡數一數二的老字號 招牌貨是傳統福建小食五香卷和罐腸 分成多款套餐組合 五香卷外皮炸得香厚 裡面包著豬肉、馬蹄、蔥等等多種餡料 用料紮實,整體非常美味 晚餐方面 一定一定要試一次新加坡口味的胡椒蟹 這間餐廳開業短短五年 已經儲落不少後悲 胡椒蟹用斯里蘭卡新鮮肉蟹製作 每日新鮮運到 賣光就沒有了 最出名的胡椒蟹用上黑胡椒 自家備製蟹湯和咖喱葉調製 肉蟹體型大得很誇張 吃下淡淡香甜蟹肉 附上充滿胡椒香味的濃郁醬汁 香港一定吃不到 最後一站來到魯巴薩美食廣場對出的露天沙爹街 是當地人宵夜的好去處 附近一大日口是商業中心 晚上則搖身一面變成夜市 有大量的沙爹串燒攤檔 串燒由雞肉、牛肉和蝦可以選擇 沙爹醬汁香辣野味 而且還帶有花生香 串燒即叫即燒風味十足 吃足一日不知道大家滿不滿意呢? 下次去新加坡玩的時候 不妨參考一下我們的行程吧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